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带你看一部《恶魔之王没事干》 去骚扰平头百姓的故事《恶魔仪式》 《恶魔仪式》是2011年上演的欧美电影 取景于意大利、梵蒂冈等地 对白的语言也是用了欧洲的各种语言 用浓郁的宗教色彩描绘了一个驱魔师的故事 男主角是一个入恋师的儿子 家族里的人不是负责装饰即将出殡的遗体 就是神父 而男主角虽然一开始不相信宗教 不相信上帝 但是他又不想待在小镇上做入恋师 所以只能听父亲的安排去读神学院 即将毕业之时 男主角学校的导师觉得他是一个可贵之才 想要让他去梵蒂冈学习群魔术 还是不能完全地说服自己相信上帝的男主角 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个被车撞飞的女子 女子将死之时最终念叨着上帝神父啊 男主听到后不由自主地冲上前去帮他 念天主教中的超度的道词 他的导师看到后告诉他相信他的天选之人 男主角来到了梵蒂冈 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心 找到了一个师父来学驱魔术 可是一开始他不相信天主教 他认为人们的超自然现象和怪异的行为 都是由于心理上的问题导致的 他不理会师父的驱魔理论 试图从弗洛伊德的意识 潜意识 童年阴影等理论出发 来分析一个女患者 可是这个患者没过多久便超自然死亡 男主接手的另一个患者是一个小男孩 他用心理学的方法分析了他 也失败了 而小男孩体内的魔鬼 还是成功预言了男主父亲的死亡 男主不依不饶 仍然不愿意屈从于神学 此时他的师父看起来被魔鬼附体了 男主再次使用心理学治疗手段 却治疗失败 眼看敬爱的师父就要被魔鬼折磨死 他只能翻开圣经 拿起十字架 开始念起咒语 经过一番打斗 他终于把咒语念完 差点虚脱 师父体内的魔鬼终于暴露了身份 原来是魔鬼巴尔 男主把他驱退后 师父终于恢复了神志 男主也完全信服了天主 成为了一名合格的驱魔师 这部电影其实是披着魔鬼外衣的天主教宣传片 其实承认了天主教中魔鬼的存在 等于承认了上帝的存在 可以说这部电影和丹布朗小说改编的电影 达芬奇密码 天使与魔鬼等有异曲同工之处 都是倾用神话恶魔来宣传宗教 不过这在有宗教背景的西方国家也属于合理 但是本片中有着不合理的地方 最大的问题就是本片中的大魔王巴尔 巴尔是天主教著作《所罗门王的大钥匙》 记载的七十二柱魔神的守卫 是耶和华最大的敌人 而在本片中他竟然下凡来作怪 而且作怪的对象是师族少女 瘦弱小男孩和半死不活的老头子 原来魔王巴尔大人已经嫌到 不用全力抵抗耶和华 可以没事干折腾下老百姓了吗 尽管如此 本片中充满了天主教的神秘色彩 从精致的装饰品到神父的衣服 到色调和渲染 以及室内的设计都十分精致 故事情节也算紧凑 算得上是一部可以一看的电影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